我想回應一個問題 在事奉中有代溝的問題 這是幾方形體 第一,代溝,我們要學習 去認識我們服侍那個群體年齡的人 而且每一個群體都不同 例如年輕人,你可以去一個教會 年輕人,那些年輕人很愛主 你去到一個教會,那些年輕人可以玩 你不可以說年輕人,全都是一樣的 全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要認識那個年齡普遍的情況 也要認識那個群體的情況 認識之後,就謙卑地聆聽他們的情況 因為我們是去到他們的情況去幫他們 而引渡他們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輔導的原則 和教導的不同 我現在會回應代溝的問題 教導就是,你怎樣好,我都是這樣說的 總之我是獨白,我一直教,一直教 輔導,就算教導也可以用輔導的方式 譬如有時候我聽你們說一下你們的情況 有什麼困難 然後我去回應和引導 我會因應你的情況來回應 這是比較有效的方法 我用一個例子 兩夫妻吵架 兩夫妻吵架的時候 有些人很容易輔導的事 就變成了教導 老公你不要這樣罵 你不要這樣,又不出聲 你又要做什麼 老婆你又要怎樣順服 你怎樣做什麼 你這樣說 說完呢 說完呢 那你拜拜呢 就跟他祈言討 拜拜 你們跟著他做 你猜他回去會不會做 是多數都不會做 因為我們自己是教導 即他有個情況 根本他沒有準備動 那我想動他的時候 我怎樣 我要聆聽每一個人 聽到原來太太有的困難 丈夫有的困難 然後我就接納她的困難 我接受她的困難 我接受她的困難 就算我有錯 也會辛苦 我接受她的困難 然後我就會探討 這樣我們可以 首先你覺得困難在哪裏呢 你覺得困難存在 繼續會怎樣 這些是探討問題 你留意我幾個問題很重要 第一 你覺得現在的情況有什麼困難呢 這個困難有什麼問題產生呢 然後你想不想改變呢 你怎樣 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呢 你有沒有試過什麼方法呢 你試的時候有沒有困難呢 有什麼方法可以呢 那你又可以想一下 還有什麼可能的方法呢 然後你就 一直引導他 讓他明白到 原來我現在跟我太太關係 我自己都受苦的 我自己的生命都發揮不到的 我又整個生命呢 除了事奉神一方面 家庭有問題又不好的 那 當他引導他明白這一點 那你想怎樣做呢 你有沒有想怎樣改變呢 那他 他說我想 那你有什麼方法呢 那他講出方法的時候 我問他可可行 有沒有試過行過呢 那他如果說我試過不過不行 那為什麼不行呢 那怎樣可以改善呢 那這個這樣的過程呢 是跟他一路溝通對話 跟兩個都對話 就是如果兩方面 一路對話 然後引導他怎樣改變 這個是 為什麼輔導和教導的分別 教導基本上是這樣的 他在這裡 你在那裡 你說你上來吧 上來吧 他還未想上 又不會上 那你教完他上也不行的 那當然我們教導可以有步驟 就是解開怎樣 解開你的問題 又怎樣去做 是可以 有些教導是比較容易明白的 如果你想說 你回去饒舌你的太太 你說要祈禱一起祈禱 你很弄統地說 是我用的 因為他不懂得做 那就是要 如果在教導都要把它拆開 一些步驟 一些細節 如果輔導就是引導他 他未必去到那裡 你一步一步 怎樣開始改善 你和你太太的關係 怎樣好些 你怎樣可以有什麼方法 可以衝破 現在有些僵局 你說我有一些僵局 怎樣可以衝破這個僵局 這個就是輔導引導他 和他慢慢拆開這些問題 去到這個代溝 同樣的 這些人是這樣的程度 他的想法 他的思想模式 他很喜歡打手機 可能在你的年齡已經沒有什麼興趣 可能那個年齡有興趣 你可能已經覺得 唉 我現在都退休了 什麼都沒有 明天都不用想了 那些人是想一下時間 怎樣打法 他來說他都要賺錢 什麼什麼 就是他都有他的困難 那我就聆聽到他的情況 然後我就回應他的情況 這個就會減少那個代溝 就是因為我們聆聽的時候 會減少那個代溝 但是如果我們本身 是一個追不上這個時代的人 就是根本不知道那些人做什麼 假設有個連智能手機都沒有 那你怎麼明白人家 為什麼會智能手機 他只是說 你怎麼承認用智能手機 我都不用 我都不死 你可以不用 那些人都說 你是而已 我不是 那就是 當我們都認識這個世代 和和多些人聊天 我們就衝破了 衝破到這一種的代溝 其實我現在呢 六十五歲半 但是我和年輕人聊天一樣 他覺得很好 我最近有一個是少年 十一歲 他媽媽和他有些困難 那我兩個都聆聽 我發現這個女兒原來很聰明 那媽媽就想他更加努力 更加努力 其實覺得他不懂一字 什麼都要提他 兩個都有他的情況 就是一個很想提升 另外一個其實 他現在已經成績很好 那我聽的時候 我就會說 就是我欣賞媽媽 他很投入體重的女兒 我又欣賞他女兒很聰明 那我在WhatsApp 傳我的信息給他 我都這樣稱呼他 我說 Smart Girl 醒目的女兒 她真是一個醒目的女兒 很聰明 很聰明 那我就回應他 他聽完 他覺得有個人尊重他 那時候呢 他會被引導 所以我們 無論我和那個人有幾大距離 只要我聆聽他 我不是用一套老套 我自己的做法 拖在人身上 我是用聖經 但是我會應用在他的年齡 那時候呢 我們就調教 其實什麼事物都要調教 而好處的調教就是 靈聽 明白別人的需要 不要用自己那套 套在人身上 而尊重人 尊重他不是蠢才來的 他都有他的智慧的 那這些各方面去調教 就是我這個籠統地回答 對於代溝 那在 剛才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都想 稍微回應一下你的溝通方式 希望你不要介意 你講了兩次 我很有恩賜 這句話我想 我希望大家當作學習 不要去分辨一下我們所講的說話 你以為聽的人的感覺會怎樣呢 他會說 你真的很有恩賜 我真的 你真的好了 因為他會有另外的想法 可能會有反彈的 所以我們 講任何事情 關於我們自己 要小心想清楚 我講這句話 可不可以引你反彈 會不會達到效果更加不好 可能你跟其他人講 不會這樣講的 不過你在這裡踢出問題的時候 但是提出問題 這個也沒有什麼拉監 因此我問這個問題 我會拉監 但是可以這樣講的 我都參與過很多的事奉 在事奉裡面 都有一些果效 我講了一個實情給你聽 就是一個實情 不過一到年齡不同 我就覺得有困難了 那時候你講的 就跟這個主題有關 就是你想講的就是代溝 但是我真的跟年齡那些做 沒有問題 跟年齡同 就覺得有困難了 這也是溝通的方式 我們經常都想 我這句話 會給人什麼感覺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